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历岁月的磨练 每一间老店都会写出自己专属的历史书 记录了一些土生美食的成长和演变 也记载着一些能够牵动人心的美食文化 在一个繁华的都市里面 大排档的情怀和文化 就显得比较踏实和朴素 力久不衰 下雨也行 不好意思 亲自招呼 你这么久没有回来 虾子撈面很干身 用的是竹星面 全部都是人手制造 每次压面团的过程需要三个多小时 让面团的碱水味减淡 面条非常弹牙爽口 好 不如先尝尝你们最招牌的虾子撈 可以 如何为之最好的虾子撈 虾子撈 我们的虾子撈是干身的 上面的葱 如果不喜欢吃葱 就养它两下就可以了 是不黏葱的 是 只黏一片虾子 我先试一下, 我很久没吃过了 面很淡, 很干身 而且我喜欢虾子 很鲜味 嗯 好吃 我小时候吃的 我觉得再好吃了 而一份对食物的认真态度 换来陆记 在澳门人心目中的美食地位 龙哥 为什么你这么坚持 要人手打竹星面呢 其实竹星 它可以将这个面团的密度加压 令到面更好吃 由我老爸交给我 很多慕眉而来的客人 都过来吃你的面 如果你不用竹星 是做不到这个效果 竹星才能做到这个硬度 因为它可以加压面的密度 是 而且它能够化碱 竹星面是我爷爷传给我爸爸 我爸爸传给我 我不想在我这一代失存 所以如果我做到的话 我会一直做下去 我记得这只鸡脚 就是你爷爷已经有的了 你保存到现在 是啊 我试试一下 味道有点改变 你小时候吃甜一点 对吧 这个是我们店铺 卖得最好的 是 这个鸡脚 而且卖得最好的 我爸爸说 卖得最好 而且要移动它 为什么有鳞鱼球的出现呢 如果没有它 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奖 2020年 第一层搞了美食节 我爸爸参加美食节 我们要想一样东西 想一样东西 怎样可以吸引人 我爸爸就想了这东西 将米通放入鱼球 因为鱼球 很多人都熟悉的是什么 所以不会让别人 不敢试这个效果 因为是鱼球 米通鱼球 你知道是什么 但不知道味道 一到这个东西 我们就开始拍到长龙了 吸引了很多人注意我们鱼球 米通鱼球 香脆的爱层 以米通榨性 依旧是外脆内暖 质感结实弹那 配上独特的蜆介酱 味道更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怀旧创新 令到鱼球连续12年获得 米之年美食指南推介 你现在的凌鱼球就这么出色 你现在是第三代 是 你有没有想将六计做成如何 在我这一代做回我这一代的事 我不会强迫我儿子去做这件事 但我会帮他安排后面 我想问你 你是第四代 你很有型 对 很骚扰, 很英 你会不会帮爸爸接受六计 会 会 他是准备第四代的接班人 是 你不用担心 可以把你附近的技术教给他 既然他有兴趣 好 是不是 我期待我吃你的面 好吗 第四代的面, 好吗 好吗 我希望能做到怀旧创新 我是第四代传人 地道的口味和亲民的价钱 为每位顾客带来不一样的味觉享受 这个就是陆记的初心 今天拍摄完想带你去白餐厅吃饭 帮你找灵感 好啊 我知道白餐厅是澳门唯一 连续十年荣获米芝连三星榮誉的高级中菜食府 每次来这里都讀不到的 不过吃之前, 你可以去酒店大堂欣赏一下艺术品 说不定找到新歌的灵感呢 是 把艺术品完美地融入在酒店的大堂内 令人好像置身在博物馆一样 中西文化的交融完全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界限 好 祖姨, 找到灵感吗 有点点 不要紧, 餐厅准备好了 我带你上去 好啊 白餐厅里面有很多装黄元素 都紧购着象征吉祥富贵的数字 8 不论是水脸上 还是柜台中间大大的数字 8 将餐厅名完美融入其中 再配上予以活力十足的金鱼 气派独特 而又极富传统中国特色 餐厅主打精致点心 和名贵新派广东菜 菜式种类多不星嫂 主厨善以各地新鲜食材 配搭出创新口味 南天是虾金鱼饺 造型精致 栩栩如生 脆香叉烧包 可爱的小刺蜜造型 底部煎得金黄香脆 一丝难忘 新鲜的龙虾 加上大厨精湛的刀工 配以快炒的烹调方法 泡制出一味珊瑚龙虾球 原只龙虾起肉 和蟹粉蟹肉一起炒 淡淡肉 龙虾肉爽口蛋牙 扯戴蟹肉蟹粉的甘鲜 令鲜味融合昇滑 入口嫩滑香甜 金沙两仪冬星斑 每用一条鱼烹调出两种食法 大厨先将冬星斑起肉 再加入炉筍 菇菌和色彩纷纷的彩椒 落锅一起炒至鱼肉爽脆香滑 再将鱼头鱼骨炸成金黄色 外脆内软,层次丰富 花点心思就能将一些 这么常用的食材 变成一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 还提升食材的层次 背后可以见到师傅不禁现状 不断追求 为的就是希望食客 可以带着一份美好的美食回忆 追求极致的味道